大小S跟光頭在一起 在一個飯店 課藥 我非常不想 我在台北被范小軒 周俊偉的在他們家裡面 還有大小S他們也是 被邀請 被說服 被硬塞 我不快樂 一人黃子焦 去年這段崩潰式指控 點名大小S吸毒 歷經一年調查司法總算 還他們清白 檢方採集大小S 范小軒的頭髮和尿液 簡體送宴 出現史蒂諾斯等 鎮定藥物反應 但三人都提出 診斷證明處方間 證明自己確實是 按照一組服藥 並非吸毒 大S也在臉書發文 感謝檢方還他們清白 事實證明並不存在 濫用藥物的非法行為 就使用力蠻高的啦 很多主計師 他都會幫他病人 所以說一般上 他本來就是合法使用 剛剛做尿液檢驗 本來就會有看 史蒂諾斯的尿液中的 一些藥物反應 醫師解釋 史蒂諾斯和毒品 本質上完全不同 安非他命是中樞神經興奮劑 以利免K他命屬於抑制劑 大麻則是迷幻劑劑 而史蒂諾斯是藥物鎮定劑 主要使用在治療 失眠和焦慮 如果以我們來看的話 史蒂諾斯跟毒品是兩回事啦 毒品的反應 有時候是多元化了 那史蒂諾斯 都想睡覺 史蒂諾斯曾被封為助眠神器 但長期服用 確實可能產生依賴性 如今被列為管制藥品 患者一天服用量 不能超過兩顆 給藥數量也有限制 但即便如此 藥物並非毒品 也讓大小S7毒 爭議終於水落石出 新春徐委陳黃榮參報道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